陈平安吃着将近十年没尝过滋味的糖葫芦 扛着槐枝返回泥坪下 经过一栋比自家祖宅还要破败的宅子 陈平安心怀愧疚 想着是不是先跟阮师傅借些银子 把这栋屋子给修一修啊 虽说从小就生活在这座泥坪下 可陈平安从来没见过这栋宅子有人居住 之前跟班山园在屋顶追逐搏杀 故意将其骗到这儿 害得屋顶被老园踩出个大窟窿来 陈平安觉得必须把这个烂摊子揽在身上 否则以后免不了要风吹日晒 受那下雨刮风的罪 可能这宅子原本还能熬个二三十年光阴吧 可现在呢 恐怕连五年都撑不过去 房屋的栋梁会腐朽得很快啊 这一点跟陈平安被蔡金简 强行指点的身躯极为相似 都是八面漏风的境地 所以陈平安越发心有气气然 想着怎么也要把这栋无主的宅子修好喽 不说多光鲜气派 牢固皆是总是跑不掉的 陈平安不是没有想过 拿出一枚金金铜钱 跟人兑换成真金白银或是铜钱 比如杨家铺子的杨老头 或是铁匠铺子的阮师傅 但是陈平安有一种直觉 金金铜钱这东西啊 是真正的可遇不可求 每用掉一枚就是少一枚 至于银子铜钱 到哪都可以挣 无非是出力大小而已 所以陈平安决定 先问阮师傅借借借看 如果借不成 再用金金铜钱来解决难题 心疼肯定会心疼 但是既然有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已经一清二楚的摆在眼前了 你总不能假装视而不见 陈平安呢 很怕亏欠别人 陈平安回到了院子 把那根小姑娘赠送的怀枝 靠着院墙鞋放着 那块价值连城的魔剑石 依然还在箩筐里 不过当然不会就那么光明正大的 丢在院子 已经让陈平安呢 搬去了屋内 如果不是时间紧迫 那陈平安恨不得在院子里 挖个一掌高的深坑 把那不起眼 却很值钱的魔剑石 埋起来 展龙台呀 就光听这名字 就感觉比那三代子 金金铜钱还珍贵 陈平安听到隔壁院子的 鸡叫声 宋吉星和智龟离开小镇的时候 顾不上那一笼子 老母鸡和鸡仔 估计这会儿 有点饿伤了 陈平安去屋内 拿起了那串钥匙 再从自家呀 带上一把稻米 走向隔壁院门 打开鸡笼 蹲下身 一点点的露出纸缝 喂过了鸡 陈平安打开造房的房门 想看看有没有 稻谷之类的鱼粮 以免白白放坏了 发霉呀 结果只是进了造房 就让陈平安 大开眼界 一大羹大米 只是打开盖子 看一眼 陈平安就饱了 这橱柜里边 锅碗瓢盆 应有尽有 墙壁那边 还挂着一排 火腿和鱼干 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大小物件 杂而不乱 陈平安突然被灶台附近的 一对柴火 给吸引住视线了 他走进墩县 果不其然 是那次看到 智规用菜刀劈砍的木头人 他根本就不会砍柴 所以当时砍了半天 收效甚微 你要换成是陈平安呢 三两下 就能把那约门等人高的 牧人给劈烂了 此时此刻 陈平安蹲着低头 发现这牧人呢 很奇怪 身上刻着很多红点 遍布全身 稀疏不定 有些地方密密麻麻的 传促在一起 有些地方隔着老远 才有一粒朱砂式的红点 陈平安拿起一截 牧人的胳膊仔细望去 每一粒红点旁边啊 竟然还刻有极其细小的 墨色小字 红点本就是米粒大小 那些小字的笔划 就更加细不可见了 也就是亏的陈平安 若换成寻常人的眼力 恐怕只看作是红点和黑点而已了 陈平安尝试着 把那些残枝断骸重新拼凑起来 没过多久 牧人呢就重现原型了 幸运的是 牧人并未缺少什么大件 遗憾的是呢 许多拼接起来的地方 红点和黑字 已经被制规的菜刀砍掉 或者是刮膜殆尽 估计相对完整的 朱点墨字 还剩下十之七八 陈平安起身去打开窗户 让造房光线更加通透明亮 这才继续蹲下身 仔仔细细看过去 不敢漏过任何一个细节 这可就耗费了 差不多一个时辰了 虽然陈平安不认识 绝大多数的墨字 但是依然尽力记住 他们的笔画结构 对于读书十字 陈平安内心深处 一直怀有期望 做遥功的时候 许多次陈平安登上山顶后 远眺小镇 除了寻找倪平像 在哪个方位 往往第二个 想要知道的地方 就是那座学术 年少时 有个有黑销售的孩子 经常会去学术 蹲靠在墙角跟 头顶就是书生朗朗 虽然听不懂在说什么 但是孩子会莫名觉得 安心和心安 心很静 一天受到的委屈啊 听着听着就没了 不过读书一事 对当时的 倪平像孤儿来说 是比糖葫芦 还要奢侈许多的东西 远远看看就好了 此时的陈平安 闭上眼睛 凭借记忆 在脑海中 构建一个完整的牧人 若是有记忆 模糊的地方 陈平安 并不急于 睁开眼睛 去查看真相 他先行跳过 结果从头到尾 牧人大概有四十五处 不确定的诸点墨字 将那些遗漏 一一变识记忆过去 陈平安深呼吸一口气 他本想再来一遍 只是刚闭上眼 就脑袋发胀有些晕乎 陈平安果断 不再勉强自举了 有些努力啊 不是说下死力气就行 否则只会越忙越乱 陈平安学习捎词之后 对此感触颇深 不是天资聪颖 纯粹是整天被咬老头 破口大骂 不断挨骂后的心得之一 陈平安重新将那牧人打乱 堆放在灶台角落 走出灶房 关好院门后 他想了想 还是要去一趟小镇东门 再找一次看门人 以后做了铁匠铺子的正式学徒 多半要住在那边 就不太可能去送信了呀 所以陈平安想跟那位光棍打声招呼 不过之前找过一次 他没找着 陈平安小跑来到小镇东门后 那栋黄泥屋子 依旧是房门紧闭上锁的光景 他叹了口气 就坐在看门人郑大峰 经常坐的那只树墩子上 小镇不比进山 可没什么山神座椅的讲究 陈平安就坐在那发呆 难得的忙里偷闲 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小镇内的道路上 传来一阵车轱辱的声音 陈平安转头望去 当头一辆牛车 后边跟着两辆有车厢的马车 牛车上坐着一群孩子 还有两张熟悉的脸庞 大红棉袄的李宝平 两坨腮红的石春家 除此之外 想来就是石春家所说的 李怀 林首一 董水景 三位学术盟童 车上五个孩子 是叽叽喳喳热热闹闹的 车夫呢 是一张中年人的陌生面孔 之前在学术扫地的老人 坐在车夫的身后 陈平安一眼望去 除了出身福禄街四大姓氏 李氏的那个红棉袄小姑娘 其余四个孩子 仅是穿着就天壤之别 石春家的祖辈 世世代代生活在齐龙巷 守着那间名叫压碎的老铺子 衣食无忧 但算不得大富大贵 所以小姑娘啊 穿的就只能算是舒适暖和 但是石春家身边 有位神色冷峻的同龄人 披着一件崭新名贵的黑色胡球 脸色微白 眉眼冷漠 李怀的父亲李二 是小镇出了名的窝囊汉 李怀啊 还有哥姐姐 叫李柳 不过爹娘和姐姐三人 都出去讨生活了 只留下李怀一个人 寄养在舅舅家 如今也一样 要离开家乡 跟随姓马的老人 去往那座山崖书院 最后一名少年 衣衫担保 便穿了一件 缝缝补补的两件外衫 满身的穷苦气 一看就是穷巷子 一看就是穷巷子长大的苦孩子 李宝平 石春家 李怀 林首一 董水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